含雪被湖南卫视出名,还连累乔鑫,这就是假唱后果含雪自出道以来,形象就特别好,一点飞人都没有。 一方面是因为含雪的红三代背景,圈内没有人感染,另一方面,可能也跟她的形象气质有关。 最近几年,含雪频繁登陆各大卫视的流量节目,不管是配音还是读书唱歌,她表现出来的才华,赢得了很多观众的喜爱。 然而近日,含雪因为音乐剧《白夜行》,假唱仪式深陷风口浪尖,静音人设遥遥欲坠,有网友称她击穿了中国音乐剧的底线,会对专业演员。 含雪在第十八场《白夜行》的演出现场宣布,自己因为身体缘故无法演唱,医生建议取消演出,但是她和团队商量的结果,是用播放录音的形式进行。 当前,含雪还在微博上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骄傲称是一场特别的演出,节目组更是称完美的演出。 然而,这一举动激起了观众的强烈不满,后来直接登上了热搜。 深夜,含雪,发长晚跟大家解释缘由至切,但是观众并过领情,原因是含雪以此为荣。 近日,湖南卫视的航天文艺晚会举行。 早在4月20号,节目就放出消息,官宣含雪会跟乔欣一起,为晚会的月球探测器配演。 粉丝也是一片期待之声,乔欣也在微博上发文,期待这场表演。 然而,官方发出的最新节目单上,却没有含雪和乔欣,两人节目突然消失。 含雪被出名很有可能是因为假唱事件,还连累了乔欣。 网友也是非常心疼乔欣。 至于含雪最近也没了动静。 其实,含雪做的确实欠妥,检查日报都发生批评,假唱说成完美,刷新行业下线,号召有关部门进行处罚。 这次含雪节目突然消失,你认为是他咎由此举吗? !